我相信很多民眾都有去過東海岸玩 但是我想大家應該不太知道玩的地方就是都在保護區裡面 從最南邊的山源灣開始 那都蘭比三千台有四個排法案 基齊的這個叫做封閉山海劇場 非常大的遠雄海洋公園 整個的花東海岸其實就是整個都在所謂的沿海保護區裡面 主要是因為這個全國區域計劃的各區的分區說明會又要再次的展開 那我們很期待是在政府的相關又在區域計劃的法令裡面 能夠有一些針對於花東沿海的特性跟現在的發展狀況 能夠有一些特別的規範 所以整個東海岸開發的這個氣氛是一直都沒有停下來的 所以我們其實很期待是利用一些更上位的法源 來做一些簡單跟清楚的說明來保障整個花東海岸的發展 能夠在自然跟經濟兼具的情況下有一個比較好的脈絡 自然保護區是比較嚴格的 有一些自然保護區其實已經有規範就是限制開發了 可是黃色這個一般保護區目前都是沒有任何的法規的 所以才會發生所有的爭議其實都是在黃色的一般保護區 它不會在這個最嚴格的自然保護區裡面 那區域計畫呢就是因為考量到沒有海岸法 所以把一般保護區跟自然保護區 要入到這個區域計畫裡面給它一個法令未接 我實際在三元那邊接觸過大概三點左右的時間 那也實際住在部落裡面 那我發現其實這些開發案很多部落的人是不知道的 他們可能我透過口榜然後再加上就是收集資料 發現其實很就是除了美麗灣飯店之外 應該說美麗灣飯店不是第一個開發案 在民國六十年代就已經有 陸續續有開發案就是在三元灣 而因為開發案的關係當地的居民 它其實變成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的感覺 因為好像只能接受所謂的就是強勢的財團所帶的就有一點機會 而當地居民它可能要跟別的人借地來種植 或者是到市區去工作 或是甚至就是失業在家裡 在自己的居住地附近工作或是採集的權利都沒有了 那我再來講三千台 這也是目前我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比西里安部落 它其實就在三千台的北側這裡 那其實在部落的傳統領域的觀念裡面 從北側的三星星一直到南邊的積灰 這裡這一帶包括整個三千台的半島 其實都是比西里安族人的生活領域 那雖然說部落講傳統領域 但是並不是一個完全放柵欄 或說限制其他人進出的地方 部落的人對於土地還有他部落的人 是一個尊重共處的狀況 所以只要大家可以尊重自然資源的永續的採集 是大家都可以進來這個領域去使用的 那在比西里安的狀況是 我現在平常的身份是 我蠻多時間在山上種東西 那我們在包括我 就是部落青年想要北鄉 從事農業的時候 都會發現農地是沒有水的 比西里安過去曾經有整個成功鎮最大的水稻田的工作區 但是現在卻可能是最大的收根土地的區域 因為沒有水 那我們卻同時看到在部落的領域上 有一個自然水場 就是很大的自然水場蓋起來 那我們去追查才發現原來 部落還是有很多水源 但是這些水 為什麼我們都跑到自然水場裡面去了 這個自然水場設立的目的是 就是要供給卡安線的開發案使用 它最大的目的就是因為 這些開發案需要很大量的用水 所以自然水公司很配合的 就是從部落這裡拿水 我們覺得自然水場就像一個大水子一樣 它把部落的水源都吸走了 可是這些水源到了 這些開發案它有沒有任何的污水的控管 這些開發對於海線部落的影響 主要是自然資源的搶奪 還有世代正義的忽略 我們希望現在制定的政策 對以後青年的發展 都是有提供一個開放跟選擇的機會 將來可能會產生的開發 都可以在尊重在地的土地還有人的情況下 去做規劃 所以在台東大概從北南西以北 開始就會有珊瑚礁跟藻礁的發育 一路上來到三天台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最主要的區塊 另外石地平這邊也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區塊 然後在上來基齊大概是在花蓮溪南岸 大概最後一塊有珊瑚礁發展的區塊 在上來因為花蓮溪口這邊已經受到大量泥沙的堆積 所以變成這個地方其實珊瑚礁發育比較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幾個主要重要的開發案 其實都是東岸珊瑚礁發育最完整的地方 那三天台我們之前這十年來一直在告訴民眾 說三天台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塊 然後三天台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三天台這個突出來的一個位置 所以它基本上在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這邊會擋掉東北季風 然後那個機場氣球太強的時候 這地方帶來很多商務的幼苗就這樣住下 整塊都是非常好的商務家 特別是在雞飛這幾塊 它是灣裡面的另外一個小灣 所以是非常近的一個水域 這個地方有個突出來的夾角 這邊也是有商務家的這個覆蓋 所以這一塊其實也是在保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地點 就是剛剛的幾個例子 針對於立法院我們認為要有一個上位的法院 現在所有都是計畫呀 命令呀 政策環評呀 這些東西在替我們的環境罰管 可是實際上在海岸是缺少一部海岸法的 那其實從民國86年開始 就一直送海岸法 造地法院裡面 速度進入國會 可是一直都沒有辦法通過 那最近其實海岸法的草案也在做審查 所以我很期待是海岸法能夠競速的通過 為所有的海岸的區域的保護 有一個上位的法院 海岸法比較複雜一些 是因為我們現在這些計畫本身 它沒有法人 沒有法人就沒有法則 就譬如說我真的給它蓋下去了 違法 可是實際上你找不到一個人 可以真的處罰他的 連照他猜都很難 就譬如說我每天拖到現在這個地方 它只會是建造徹底無效 建造無效跟這些保護區有什麼關係 沒有嘛 跟它蓋在一般保護區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法人 依據可以把它拆 把它開法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像建造無效就是建築法規 相關的規範 所以整個區位來講 它沒有一個上位的法員 對於裁法 對於實際的公權力進行 其實是缺乏的 所以規範說這邊不能建 可是它沒有說那建的時候會怎樣 其實這些計畫都不太能規範 而且也沒有一個強格有利的法員 可以來約束這樣 所以我們認為要有一個上位的法員依據 是很重要的 可以看到這些規模 這些飯店加起來 都把它蓋起來 都蓋起來 整個都好像多兩千多間的房間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大量的一個房間數 那現在大家如果認真去看 整個目前我們的這個 花東地區的觀光飯店跟一般旅館 他們的這個住房率大概在六七成左右 那還要不要蓋到這個 所謂再多蓋兩千多間 尤其是在一個敏感的這個一般保護區裡面 這個這個量是不是應該重新做一些總量的一些控管 所以我們認為交付觀光局要做整體觀光旅室的政策環境跟總量管制 所以我們期待是花東兩線政府能不能在它的海岸地區做一些比較屬於地方的規範 又或者全國區域計畫 所以我們要針對於花東延海保護區 能不能做譬如說一般保護區內 自然保護區本來就不能蓋 一般保護區內能不能做譬如說三公頃以上的觀光飯店是禁止興建的 就是這種很明確的規範 當然幾公頃這個是一個可以做商討的 或者是那個規模是可以做商討的 可是實際上能不能比較明確的針對譬如說我們在講這些所謂的觀光開發 因為坦白說都好像現在